记者王荣祥高雄报道,军工交年改后,下一个将是劳保年金,引起不少基层劳工疑虑。 高雄市总工会理事长林明璋向政府喊话,劳保年金牵涉层面极广,若要改革,必须设想清楚,否则后果难以想象, 林明璋评估短期内变动很难,请劳工朋友不用恐慌,总工会将随时紧盯年金改革相关讯息与进度,并适时提出谏言,为辛苦劳工确保权益。 鉴于近来媒体接力报道军工交年金改革后,接续可能推动劳保年金改革,让部分弱势劳工族群心慌。 将来紧走基层的高市总工会理事长林明璋表示,陆续接到很多基层劳工及工会干部诉苦,担心自己年金会因年金改革而大量缩水,加上电视媒体和名嘴不识资讯,甚至推测劳保基金将于近年用庆等讯息,引发劳工界人心惶惶。 林明璋呼吁劳工朋友放心,别受名嘴威严耸听影响,打乱了自己原本安于工作的脚步,他强调劳保年金改革是一项巨大工程,改革对象人数最多,层面牵扯极广,且包含有雇主的劳工,无一定雇主与自营作业者的劳工等。 何况劳保年金上路未满十年,劳工平均只领一万五千元,与军工交楼地板就三万以上有段落差。 林明璋认为,两个制度不同,其实劳保年金制度并没差到一定必须改,若真要改,改革后该如何无逢接轨,落日条款该如何设定等议题,政府必须设想清楚,否则后果严重无法想象。 林明璋评估,政府想在短期内改革完成有其难度,请劳工朋友不要恐慌,总工会也会随时注意政府改革进度,事实提出建言,为弱势劳工族群争取保障晚年生活最后一道防线,这也是高雄市总工会应尽的责任。